今天我在白街買了兩隻雞仔 這些芝麻雞你們都見得多 因為它特價 一定要買兩隻 我就買兩隻 今天人們回來吃飯 一隻我就做豉油雞 豉油雞可以看的 你看左上角玫瑰路豉油雞 很好看的 另外一隻做什麼 兩隻做豉油雞又不合 一般都沒什麼新意 有很多朋友叫我做鹽焗雞 沙香 沙薑雞 其實也是很容易的 鹽焗雞粉 沙薑雞粉 你沒有來鹽焗雞的 找十包 二十包這些鹽和它焗的 我們這個時代不合時宜 那我又沒有沙薑粉 那怎麼辦呢 我就決定做這個 鮑魚汁雞 有些銅鹽焗雞 沙薑粉雞 雙叉無幾的 也是用電飯煲做的 待會做給大家看 現在做雞湯 鮑魚汁雞 就是鹽焗雞 就是鹽焗雞 就要準備一些醃料 要用薑的 這些 連薑皮也可以 洗乾淨 因為不吃的 其實是用它的味道 待會拿出來 是不吃的 可以連薑皮也可以 不過要洗乾淨 另外有些蔥 如果有多少蔥 就要放多少 沒有所謂 要放些什麼 放些糖 放些糖 然後鮑魚汁 多少 大約 三項度 差不多 接著 都放少許生粉 就這麼多 怎樣做呢 先拿一拿去 先拿一拿去 待會塞到雞那裏 現在塞給大家看 雞 停了水 停了半小時 停久一點做最好 現在可以的 塞下去 塞這隻雞 塞薑蔥 它本身有味 塞進去之後 剩下這些材料 就放在表面 塞多一點下去 塞進去 這些材料 放在表面 這隻薑 醃一醃 待會放在電飯煲裡 做 待會做給大家看 鮑魚雞 鮑魚汁 醃了半小時 裡面塞進去 蔥和薑 就這樣放在電飯煲裡 一流 這樣 就當它煮飯 煮就行了 很簡單 對 很香的 現在拿進去煮飯 來 接著來 很簡單 嘩 剛剛煮過 蘭花 看著這個 用柴火 用柴火煮 讓它慢煮 就把你煮熟了 煮好 可以了 攤凍斬 煮飯的程序 這隻雞 先看 開 嘩 整鍋都拿出來 你看看多香 所謂的 沙薑雞 鹽焗雞 都是這樣 你看看 現在我用的是鮑魚 嘩 很香 咦 旁邊的那隻 什麼來的 旁邊的豉油雞 都說今天做特價了 買兩隻雞 又要拿出來攤 不然現在怎麼煮 小心點 你看看 這隻很香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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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 拿回洗衣 這些 這些醬 很好吃 這些的電飯煲 放回雞腳 這些醬 很棒 電飯煲沒有損 沒有傷害到電飯煲 所以電飯煲都很好用 如果你懂得運用 煮豆也可以 一放涼之後 這兩隻雞就可以斬了 玫瑰露豉油雞 我有得看的 你看回 右上角的矮字 看到了 這一隻 鮑魚汁雞 即是別人的沙薑雞 鹽焗雞 因為他們用沙薑粉 鹽焗雞粉 我現在用鮑魚汁 有的 一樣的做法 稍後斬 再跟大家說 現在這隻鮑魚汁雞 攤凍了 差不多了 都是熱的 都要斬了 那怎樣斬的呢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雞頸 說了不要 用它深一點 放在這裡 待會再扔 雞翼 放過來 不用管它 對 對 先看 好 這個是因為貼著 鍋底 鍋底 所以有這樣的情況 很多蔥 裡面怎麼辦 看你看 要做這個動作 先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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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底部 放在底部 基本上不吃了 現在就斬了 很簡單 雞尾不要 頸部 放在底部 多放一點 不要 好了 斬到這裡 不再斬了 因為白切雞有斬的 稍後拿出來給大家看 大家看到了 這隻鮑魚汁雞 用鮑魚汁來拌 是電飯煲做的 OK的 很好 很滑的 你看到雞肉 滑滑滑的 滑滑滑的 你看到 雞肉很滑的 很容易做的 有些鹽焗雞 就要加鹽焗雞粉 沙薑雞 就加沙薑雞粉 不過我覺得很鹹 我從來都不吃 古法鹽焗雞 要用十斤八斤鹽 我就做不出 今天還有另一隻 豉油雞 炒菜心 一會兒還有 蒸龍躉腩 一會兒再告訴大家 多謝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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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